伊朗表示如果西方开始放宽制裁 伊朗愿意解决国际社会对其核项目的忧虑 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对此不以为言 他说德克兰应该承担卖出第一步的责任 希拉里克林顿星期一在访问巴西尼亚时 伊朗必须在接着来与世界六个大国的核谈判中展现出诚意 下次谈判定于五月底在伊拉克举行 他说美国将会维持制裁 继续对伊朗施压同时考虑在会谈中如何作出承诺 以及将对伊朗的任何提议作出相应的回应 较早时候伊朗外交部长莎里克对伊朗学生通讯社说 伊朗将会始终坚持其龙肃金属油的权利 但对有关龙肃油程度百分比的谈判是持开放的态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欢迎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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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欢迎订阅